咱们有很多老铁在家呀 他没事煮研究 做什么菜最下饭呢 其实啊越是家常 他越好吃 今天小胖一分钟叫老铁做一道下饭菜 大白菜买回来之后 咱们只取白菜头 然后把这个白菜头给他撕成小叶 用清水给他洗净 准备两张干豆腐 咱们给他切成菱形片 再准备一块合格的五花肉 咱们给他切成厚片 这个大白菜要想好吃 必须用油提前给他煸炒一下 把这个大白菜的水分给他煸炒出来 这样吃的口感不水了吧几的 这个五花肉 咱们也提前用油给他煸炒一下 把这个五花肉必须炒赶了啊 加上大块的葱酱和干辣酒 然后把干豆腐下锅 咱们在家做菜 味道总感觉不怎么好的老铁 我给老铁推荐这个黄焖调味酱 这个酱非常好吃 可以做各种的黄焖肉黄焖青菜 现在还都是福利家 加上没过食材的清水 然后把大白菜下锅 我比较喜欢这种细的粉饰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呢 开锅之后转小火给他炖八分钟 家们咱们再加这个大白菜 不管怎么吃东西也用锅给他煸炒一下 这样口感他不水的八几的 我把做菜的每个技巧都飞扬给老铁的 有双几发 煎着往上盘点一个吧 小胖感谢大家 炖吃的时间到了 哎呦我劳香了 这个时候咱们再加点青椒和红椒配料 搭配一下颜色 那更有食欲 再给他炖两分钟 你看看这不就好了吗 你看这餐有没有食欲 下雨天没事的时候 照着冻它二凉 看看能不能把皮鞋喝没了